兄弟们 纯肉曹操的纯版本真神 你们看好 我现在半血 面对敌方三人 这宫村里还开了狂暴 还在那来回飞拉扯我 但是一点血都打不掉 给他杀了 还是半血 他队友贴我脸上什么事都干不了 只能看着宫村里死 你俩也别想活 大招跑都别想活 孙并配侠侯敦 是个很强的组合 但是只有挨打的份 虽然我们出纯肉打坦克 伤害确实是不高 但是这个压制力纯恶霸 一波团战 不仅有关键成伤 这个曹操他最离谱的一点是什么 一件攻击装没有 秒c位 你们看这个干将 我一套没打完呢他就死了 这伤害真不比出攻击低多少 然后我扛着他若无其事的走了 再看这波 我0-2 那嬴政闪现过来射我 只要给他秒了 他队友都没反应过来的 一件攻击装没有这个伤害 本身就是超标 在前期 我们的死肉曹老板就已经开始显露了 只要手里有大招 基本没有打不赢的 东方要跑了 那就放他活着 东方要回来 那你就跟牢布一起去死 打野曹操伤害很高的 这也是为什么全是偶装 依旧可以秒脆皮 来再展示一手 进塔 杀满血松软香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霸道 1A 3A 1A 2A 死了 单杀 不是 他就一撕血 我说实话这个伤害真的很可观 反杀镜头就不放了 总之 纯肉曹操 又能扛 伤害又高 虽然打坦克 稍微慢了那么一点 但是你看这个公孙黎过来 1A 秒了 如果是传统战士流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余力了 吃真机一套必死无疑 但是我们是纯肉 吃了真机一套 而且全程被吓呼吨揍 我们说走就走 大家看这波又是公孙黎 那公孙黎开着狂暴 就个边缘输出 打了好一会儿了 被我发现 1A 他回伞不回伞都要死 弹杀 我们一点写不掉 这是纯肉能有的伤害吗 如果你是传统战士流 这波想御塔真机 真机闪现走 反手给你甩个大招 必死无疑 答案我们是纯肉 就硬吃他们伤害 在真机大招里面洗澡 下个一技能好了 走了 这跟当年的肉开有什么区别 呃 区别就是比肉开还多了卫一 回收下开头 这波我们已经阵亡两个队友了 三打五 我们肉曹操的打法 就是见面先开个大招 去吃对面的技能 真机来了 我们一技能往后跳 躲一下他的大招 司马懿进场 给大家看一下司马懿的伤害 这我说实话 很一般啊 没感觉啊 完事曹操这个大招 本来就18秒冷却 你还能用8秒 合着就10秒的冷却 如果你像我一样 团战刚开始的时候 就开大进去吃了把伤害 那么大概率 团战打到后期 你第二个大就好了 一波团两个大 再加上我们本身就死肉 根本就打不死 再给大家看波更离谱的 看见公司里 我们直接去开大干 他一点招没有 逃跑已经用尽全力了 再看我的队友 双C都死了 但是我不怕 因为对面这个阵容 谁也杀不死我 其实对面的中斧都出了制裁 但我说实话 没什么感觉啊 完全制裁不住 这蔡文基想过来开大给我奶呢 然后发现没什么必要 转投奶连坡去了 结果 谁也没救下来 蔡文基让对面说秒就秒了 连坡想回头121顶一下 也没回来 死了 公孙里起杀心了 直接回去瞬间 打没他一半血 你敢对我起杀心 公孙里 给孙命吓得治疗都交了 结果呢 公孙里还敢出来 我说了 露头就秒 死 看见伤害了吧兄弟们 看见这压制力了吧 OK啊兄弟们 根本就没有回家 就在对面的伤害里面洗澡 大家看一下我的血条 都不怎么见掉的啊 挂着对面的制裁效果 血条都不见掉的 你看这波吃了多少能伤害 眼见 我是没技能了 那公孙里又起杀心了 我们就故意把他带出来 不然他老是回散 回泉水加血 也是怪烦的 被打出复活 换个血手 我这点血量啊 公孙里 怎么说 有没有杀心 都嚣张成这个样子了 公孙里肯定是想杀我的 丢伞了 OK 起杀心就死 大招空了也无所谓 你打的有我回的多吗 你就打 我说了 起杀心就死 就顶着他们的制裁回血 真的无敌兄弟们 当然了 也不是完全无敌 我玩了十几把 目前来说是怕两个人 一个是挂着摇到马可 那确实是 打也打不死 跑也跑不掉 一个就是工本 他给我重伤了以后 很容易被激活秒掉 除此之外 我们就是神 我们就不讲理 给你们拖到大后期又怎样 就在泉水门口砍 谁能杀我 谁敢杀我 这个大家就放心去玩 改天我再研究一下 那个黄盾纯肉流向羽 感觉这个版本就是黄盾霸者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下周去 我们下周去 我们下周去